啊 啊 啊 小 這很像 有人嗎 你幹什麼 是誰 你你別過來 我記住你了 你給我站住 你別喊 你聽我給你解釋啊 我是這個小區的保安 剛才有賊進來 我是進來幫你抓賊的 抓賊 你 你是不是拿的是什麼 緊困 我說的是賊贈給我的 你信嗎 流氓 你聽我解釋 滾 不滾是吧 那我投訴你 從現在開始 你被開除了 真不是我 滾 滾 我給你解釋 真的不是我 沒想到 他竟然是這種人 之前沒看出來 一大把年紀了 人品不怎麼樣啊 你看 哎 都就是他 雲州照相 哎 嘿嘿 你倆不好好工作看著呢 哎 老蕭 大姓了 快來快來 什麼狗配的 哎 別人造我的養 你愛 是嗎 我告訴你倆啊 身為保安 我們雖然正 但是保護業主 那是我們的責任 哪怕被業主誤會了 老蕭 那胡說八道什麼呢 哎 你看手機你就知道 哎 你看 雲州 雲州 赵家 名流 二公子 赵少 即將迎娶 雲州 蕭家 之女 蕭良 兩人將在帝王酒店 舉辦盛世婚禮 不然啥時候進來啊 我怎麼不知道 哎呀 老蕭你大忙人兒嘛 你這 不是去小區巡邏啊 那就是做好人好事兒去了 是吧 嘿嘿 啊對了 老蕭 你說人家雲州兩大家族 趙家和蕭家 娶其嫁呢 你那麼激動幹嗎 哎 就是啊 老蕭 咱們就是一看大門的寶 打電都不都幹啥呀 這不知道的 你為這即將嫁入 雲州趙家二公子 蕭家小姐 是你老蕭的女兒呢 哎 哎 你還不說對了 這蕭良啊 她就是我閨女 哎 你說那蕭家大小姐是你閨女 那我還說是我女兒嗎 哎 不是嗎 哈哈 老蕭 你好了啊 那可是雲州趙子去啊 怎麼可能讓未來老丈人 跑來做一個小保安這種小工作呢 他真說 親生的 如假包換 哎 你看 你看這個玉佩妹啊 這是他從小看的 你進去 啊 我不跟你爭啊 那就算是你女兒 你打算給她多少嫁著 總不能拿她每個人一千五百塊錢呢 哎呀 哈哈 這麼多年 我跟女兒一直沒什麼聯繫 呦 但是她下次結婚呢 我必須得好好準備一下 是不是 啊 就就就 隨便隨便 你們先忙 你們先忙 好 大人 都調查清楚了 蕭林小姐將於兩日後舉辦婚禮 您有什麼要求都可以提 不過您看 那件事 這麼多年跟女兒沒有見過面 有兩年間 她都已經到了談婚禁站了 幫我準備家長送回去吧 事成之後 都能預定進去 我來說 老婆 老婆 當年因偶而死 是我对不起 这些年 我害怕牵扯林儿 一直没有敢去见她 好在有这块玉佩在 只要玉佩完好无损 就说明我们的女儿 平安无事 现在林儿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想 是时候该去见见我们的女儿了 属下拜 好了好了 别这么客气 办正事要结 香龙大人为萧林小姐准备的架中 已经运到云州 我带了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在路上 好办得不错 辛苦了 来 没事吧 没事 不能哭啊 男子喊大丈夫 摔一跤爬起来就是了 多大点事啊 是不是 来 天呀 这还是当年那个杀神吗 这些年 却为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呀 谁 想啥呢 没 没什么 走啊 胡帅 这一块玉佩对您很重要啊 当然了 这个玉佩啊 可是林儿的妈妈留给她的 同心玉 恕与同心 只要林儿有危险呢 这个玉佩就会发生意见 这些年 我一直没法见她 全靠她 我才知道 女儿是安全 求求你报告我 我求求你 小脸 你不会还认为 你是肖家的大小姐 你肖家早就没了 现在的你 不过就是我的一个玩不玩性 明白吗 我爸他还活着对不对 十年了 那个老东西 我爸早就死在外头了 我爸 我爸 看起来 我爸 你看 你突然多漂亮呀 明日婚礼 都是没有老不死的赶来 我不介意 亲手送他下地狱啊 你 你 你邀请了他 我邀请了他又怎么样 要不是因为你婚礼 他怎么可能会过来了 啊 我 我 我同分报信 我给你了 啊 啊 我已經答應嫁給你了 求求你不要再找我爸了 等電話 我叫你走 我不打了 你打電話 我就是想告訴我爸我結婚的交集 我求求你我不會再打了我求求你 不叫 讓你走 胡說您別擔心今天是小姐大喜的日子不會有影響 快點 繼續跑呀 你別過來 再過來我就跳下去 怎麼不跳了 爸 你別過來 爸 我下輩子 再做您的女兒 林兒 爸爸馬上就要見到你一輩子最幸福的時間 我下輩子 少爺怎麼辦 你沒氣了 什麼媽的 沒氣了 怎麼結婚 這婚禮 他只不過就是我的一個玩物而已 誰說女兒氣了就不能講 我 周圍 今日我兒兒受結大婚 朝門各位施家好友不棄 前來參加大婚 我感激不敬 趙家儒太客氣了 這雲中誰人不知 趙家女婿 可是青龍戰士的切身侍衛 我等自然是要來捧捧場的 爸 明天今日陪青龍戰士人參加來處公務 未能敢了 不過他命我背下厚禮 拿上了 這是深海明珠 乃是前朝遺物 價值五千萬 作為我趙家 給蕭小姐的聘禮 不可以是戰神親衛的手筆啊 真是不妨啊 真是令人大看眼見 雲婷有心了 我們趙家 能得此序 何愁家也不忘呢 啊 哈哈哈哈 趙家聘禮以下 不知蕭小姐 準備了什麼嫁妝 她 她只不過是我養的一條狗 開心的時候 就扒光衣服忙一擺 不開心的時候 就隨意都在一邊 原來蕭小姐 什麼都沒有準備啊 不過話說回來 今日大婚 這蕭小姐 可是一個人都未來 如此看清我哥哥 往後在這趙家 不讓你沒有一天好日子 今日這婚 你怕是要跪著撐 誰說我蕭小姐無人 你就是蕭玲 他那不忠用的爹 不是 一別這麼多年 林二將長成大物一樣了 剛剛玉佩出現裂痕 爸爸還以為 現在看到你好好的坐在這兒 我就放心了 他 他是娘家人的 你懂不懂規矩 這蓋頭 只有新郎關 也就是我哥才能揭開 好 你知道你在跟誰說話嗎 哎 今天是零二的婚禮 您說的對 是我是你哥 零二 今天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對不起 爸爸來吧 習慣了 小姐怎麼一動 原來你就是零二多年未見的父親啊 怪我眼睛 看你這身穿著打扮 我以為是拿著 我切片的 怕貓怕狗 我都馬上要套出幾百塊錢來 打發一下了 哎 左傑 休得無禮 既然是親家 那別入座吧 來人 上座 小先生 實在是不好意思啊 今天呢 客賓眾多 位置實所不寬裕 麻煩你將就委屈一下 這邊不是有位置嗎 那你坐著的 可都是雲州有頭有臉的大人物 我勸你啊 還是好好照照鏡子 也好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東西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你都聽不出來 一個連嫁妝都準備不起的廢物 還想坐在守衛 你也在這丟人現眼了 女兒 今天是個大學 爸爸怎麼樣也不讓你難看 看到你心 是爸爸這個意思最大的心 我平時學生姐講慣了 但今天是我女兒大喜之日 我自然會送她一份道 我當然看看 你能送些什麼 姚先生 假裝到 明兒 還記得這件裙子嗎 這是你五歲生日的時候 爸爸給你準備的 還有這個書包 這是你六歲的時候 我特意給你買的 還有這個畫板 你說你喜歡畫畫 這個畫板 是爸爸在國外給你編織的 還有這個小青琴 你說呀 拉小青琴 不讓自己變得很優雅 明兒 我當初都是爸爸錯了 誰開來你看你媽媽 夠 他真破道歉 夠 他真破道歉 他真破道歉 對 在這種場合 是應該送點證實 承上來 蕭先生 架裝一共三百六十件 青鑾奉袍一套 十億上寶貝一百八十件 百億上寶貝一百零六件 不架之保七十六件 請蕭先生 善言 這一切都是給我女兒準備的架 靈兒就是我的心頭肉 是我的一切 我要她成為這個世界上 最幸福的心娘 靈兒 你還滿意嗎 靈兒 你還滿意嗎 我知道你還不肯原諒我 你願意跟我說一句話 如此多的寶貝 這比十個國家的財富 加起來還要多呀 無價之保 世間罕見 隨便一件出事 都是瘋瘋四方 萬人爭搶 這真是消毒家拿出來的 不可能 這一定是假的 不是珍寶的蠢貨 本陣手親自押送 幾回有獎 這些都是你準備的 沒想到國主居然讓人 準備了這麼多東西 這些 老闆是給女兒準備的家族 可是今天我到了這兒 我才發現這所謂的趙家 那邊也太是這個 說什麼 想必我女兒在你們趙家 受了不少情 和肖木的女兒 要不要嫁入趙家 是要重新考慮一下 家人送到了 我現在可以見我女兒了吧 都說了 新娘子的帶頭 只有新郎官才能解開 從頭到尾 你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我作為父親 是不是應該關心關心 你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我作為父親 是不是應該關心關心 有什麼好說的 你想來參加婚禮 他想不想見你 女兒要是想見你 早就給你發情帖了 肖木 這個名字不怎麼說 能不常是 沒錯 想必各位已經看出來了 他 就是15年前 以叛國罪被打入大廈死亡的逆徒 肖木 他是肖木 難怪他女兒到現在 一句話都不說了 我要是有這樣的父親 我連結婚都不想邀請他 真是 我怕你自己也沒了 一個叛國賊 竟然大搖大擺地出現在這 難不成這次 他是孕孕回來的 滾 滾 滾 小姐 他們都這樣了 您還不說句話 是不是不合適 靈兒 沒聽見嗎 所有人都要你滾 現在靈兒 自然會走 今天 真是老子的問題 你 靈兒 當年我被監人所害 被迫住 離開你和你媽媽 我現在只想見你 聽你說一句話 我想讓你原諒我 原諒我的初遇之好 我心會癮 隱於失禁 是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你 別在這廢話了 沒聽到嗎 都讓你滾了 別影響我趙家婚禮 靈兒 你多肯原諒 我願意跟我說一句話 這位 是你媽媽留給你的呼聲 是你家人 你爸爸 新手給你帶著 你敢 一個婚禮 連武裝都猶豎了 你女兒 被我娃了半年 就是不肯說出你的笑話 我就在想 如果她結婚 你一定會過來 就是沒想到啊 這麼不經帥 才三十幾層的樓 摔下去 我再去摔太花了 要不然 老子還能再多玩幾個月 所以我告訴你 十幾年前 你們肖家滿門被面 也是我招家幹的 哈哈哈 讓我號令發動燭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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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虎帥歸來 號令 命八十萬補分軍 積極出動 學習雲州招架 一個不料 遵虎帥號令 八十萬補分軍 即刻行動 大軍開拔 學習雲州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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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發生了什麼 從那位離開後 十年了 虎分軍一直沒有我 現出僅八十萬虎分軍 清朝而出 告訴我 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天下間 唯有一個人叫做八十萬虎分大軍 難道 是那個人回來了 啥 是 請問 虎分大軍是大下的精髓 大軍將領是即刻聚節 你快拿個主意 請令 所有軍事 抱歉 為例子 軍八十萬 清朗 你瘋了 為什麼要放置抵抗 八十萬 本錢 是那個大人物精心培養的精銳 你生氣效命永出 他們的勢力 你諸國都做重要 你告訴我 拿什麼抵抗 清朗 已經查出來了 那位道人 你現在才招架 給我聽好 無論趙家發生了什麼 聽令 停下混沌中 大下十九州大人物 前去趙家 贪敗 正國不算 我去而滿心歡喜嫁到趙家 反正殺我愛你 今天 我要讓你們趙家 全戰身中 非常好 小諾 你還是擔心擔心你自己吧 你看你自己現在像個什麼樣 連這病貓都不 你哥 你這老皮膚死定了 沒有忠聲響 爸 不就是一聲忠響嗎 有什麼可怕 這可是混沌 在我們大廈是最高的利益 一聲忠響 真守禁戒 難道 大人 要駕鄰王政 兩聲忠響 战神祭奸 大人物到底在何處啊 三聲忠響 三聲忠響 無情祭奸 難道是西方 出國 無情祭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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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廈千年以來 從未有貨 我趙家 這時要變天了呀 無情祭奸 可是在上方進去 在上方走影 我們號人家又來了 九聲忠響 諸國復首 這就是人 究竟是誰 向漢洞者乾坤的 今天不管是誰 就算是天王老子來了 也報不出你照家 維奴莎 對 十四個生命 啥子個小帳孽總 上 走 好 我都說善惡有報 讓我蕭家一生行善既得到頭來得到了什麼 我蕭奴當你被奸人所害受盡人間險惡 不信天 不信地 我只相信自己的命運 只有自己才能掌握 若天道不公 我對金字指掌這正義之劍 消停一切世界衝擊 趙山海 女兒子殺我女兒 又命我蕭家滿門 現在 我就先殺了女兒子 給我蕭家 無數王子的冤魂報仇 救命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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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怒 小怒 你杀了我 我要他 我要亲自杀了你 赵家团有人 今天无论无论 出出身和代价 谁要把这个小怒 杀我二的飞回活手 你不帅了 许许赵家算什么东西 奈副帅麾下八十万五分 大军一到 定着你赵家 被烟灭 什么虎帅 死到临头了 我告诉你 我今天要把你碎十万转 十当神之地 好大的胆子 有我虎贝营八十万大军在此 我看谁敢躲虎帅大人 八十万虎贝军 现已全部进入运动 中国到家 无等拜见大侠 中国虎帅 拜见虎帅 拜见虎帅 怎么可能 你已经犯了 大侠军纪 十年前 就得处于犯罪之罪 狼当入一趟废 怎么可能是 你 那你一切都 杀他 小山海 你跟你儿子狼狈为净 仗是欺人 你这么小杨漫漫 什么孩子 今天你若不死 体力难受 收起这胡家虎味的把戏 别以为叫了一帮子 就能哭住 我告诉你 我正将苏立军 住数十年 呼呼唤你 一手折天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叫人 把你亲都问我 多疼肉 叫 谋犯我帅 从今之后 云州 再无赵家 家族 大事不好 一群神秘人 冲击赵家 大肆屠杀 他们实力全案 我们没能挡住 家族 赵家各个军联已经被攻下 我们的人 请出帮 十万货金 赵爷 我们的人全死了 全死了 别杀我 在一席之内 就有种这么庞大的势力 吹不拉球之心 灭了我们赵家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就是当年 也叹过最被打入死牢的 大下 郑国虎帅 小怒 赵山海 我满心欢喜来参加 我女儿的婚礼 我却亲眼看到她死在我面前 赵家 喜难霸女 恒星云州多年 庄庄接近 身天汗礼之事 罪不容住 我和我女儿唯一的一次见面 让你变成了勇士的阴阳相隔 今天 对命你赵家 为我女儿 还有内心 惨死在你们赵家手上的无助冤魂 报仇 说 想怎么死 说 你想怎么死 你想干什么 零儿是我的心头肉 这些年 我一直无法跟她相见 可是每一天 每一天 无时无刻我都在想她 而你 把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 变成了勇士的阴阳相隔 今日在场 所有和赵家狼狈 被战争 全都在死 小鹿 不 小大人 小赵两家的纷争 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对对 此时我们还不知情 赵家作恶作端 死又一步 你今日你回来报仇 我们就双手再调 赵家作恶作端 死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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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赵家飞不成杀的 你们一个个的跑过来发车 现在看我赵家被这个胡言乱语的人 不灭 你们一个个就见风十度落定下石 非你 一群的废物 好得很 好得很哪 你想干嘛 你又臭想干什么 放手 干什么 躲一下 你说什么 我让你躲起来 铁儿 把我现在从你跑车 看到了 小鹿 你早就应该死在外边了 今日 你让我收到了奇奇大乳 我找伤害方式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跟你 不 闭嘴 别 这一下 你为我自去的女儿赔罪 灭我 这一下 我再帮我 温魂赔罪 少鹅 什么人 他什么本事 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现在就想死了 人家 人家 杀疯了 杀疯了 这赵家家族被折磨得痛不一声 小鹿就是个魔鬼 魔鬼 赵家 居然把这么一个的杀神招惹过来了 云昭的签要变了 死我赵某人 纵红江湖七十点 来领赵家 云映中 世家之殿 我自认为 不手段通天 不可一世 但是没想到 今日会败在你这个带罪人之上 还连累我们赵家十几年的心血 回忆一旦 我不服 我不服 胡帅 赵家一命 接下来 送他上路 说 小小 我知道错了 我儿 死于你手 罪也输了 我这头也磕了 难道还不够吗 杀 不够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这个罪被获胜 被屈死 我 我 我不要死了 我赵家 之所以这些人 屏不清人 那是你的 背后有两大口人 前有云中总督 追我昂道一切 我有我张子赵弘 他是军中将领 我一百三星战将 你要杀了我 他不会饶了你 你们的 啊 啊 啊 胡帅要你三更 谁敢留你到五中 我庞的口气 我看谁敢当这本子总统的面杀人 我 黄祖都 走 快救我啊 黄祖都 啊 啊 啊 我刚得到消息 这里有人强行的屠杀赵家 难道是你们 对 黄祖都 就是这个消灯 他灭了我们赵家 还 还杀死我儿 好一个大厦当年的叛国贼 在我的地界上 居然犯下如此丧心兵狂的屠杀大案 咱是参与今天的暴行者 一个都划不了 瞎了你的狗眼 站在你面前的 是大厦 郑国虎帅 小鹿小蛋 哪怕是当今大厦国 也要一里相待 你区区云州总督 学不过草剑神 郑国虎帅 他骗人呐 他就是个梦魂的 四大战神 四大战神 以后就过来抓他了 怪不得混沌之中想了糗城 原来这里有人冒通大厦国郑国虎帅 惊动了四大战神 今日我要替女儿讨费轰道 谁敢做的 别说是那些小小的总督 就算是四大战神 哪怕是活着矜持弱大 我敢说一个部队 我也会让他们 有出代价 说什么 小鹿 不管你曾经在军中有何见识 那都是过去世了 如今我卧视于在罪之神 明莹之火 如何以惶惶大日征徽 都说今天在我的地界上 就杀你 轻而易举 还论你丧心病狂的在大清广众之下 杀赵家满门 奉承赠国虎帅 杀你一万次 不为过 笑什么 我笑你颠倒黑白 挺不支持 放肆 我被判入狱之前 大夏曾给予承诺 罪不及家人 可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保家为活玉血奋战的时候 你们这包垃圾在哪儿 我女儿被杀了 小家门门被灭 你们又在哪儿 你身为云州总督 在你的地界发生如此丧心兵狂之事 你不满满 反正买纸松 你配得让大夏国主将这一城百姓交付于你吗 大阪 谁给你的满满 咱顶尚总督大人 府帅循环 哪有你插嘴的 身为云州总督部分青红造白 将荣家指责四亿万倍 谁给你的决定 让你这般行持 这天下 还有王法吗 王法 在这里 我就是王法 来人 汉国贼肖怒 喊逃怨欲 正造图 制造血案 不无王法 死不读悉 只等窮窮极恶之谷 少不足以平民分 明显 我以云州总督身份 法号施令 他给我拿下 就我反抗 就地格杀 死活不论 我可谁敢 王达子 我可谁敢 疯了 疯了 连云州总督都敢招惹 他要咬了 要咬了 要咬了 打下信封的一城之主 你敢动我 就像是天王老子来了 除了你 还要咬杀 我放在 简直是个疯子 可我只要为你而复仇 为我肖家马门套个公道 今日 我只要我复仇 成为一江西夫阿兴套 叫他 奴奏甚至 你 简直是一个不扯不扣的恶魔 再说各位 你们是云州的白苏医院 最终死恶魔 你们的恶 做得中了 谁能阻拦他 作为总督 我终胸勇 天要压我 我便突发着天 天要压我 我便踏碎着地 我就说过了 今日 我要关赵家狼狈围绵者 全都得死 有一家我杀一家 一百家我杀一百家 而等又如何 云州白族又如何 就算 云州白族全部杀你 我也再说不信 什么 要屠杀我云州百姓 去去百族不过萤火 树木寸光 坐起观天 面对黄黄天威不知贵 习服别的串大树 黄祖祖 少诺你 是非不明明明下开枪之事 就已经把自信在这耻辱柱上 永世不能翻身 大夏有以这样的总督 是大夏之耻 今日我就替大夏活住 清理门户 主杀你这个奸臣 死了 死了 你东东都死了 你可杀了总督大人 少山海给你了 小诺 小诺 重视你五位盖世 那又能如何 你小家还不是全宗被灭 你唯一的女儿更不是因你而死吗 你往日的荣耀 早就已经隐消云散了 若非你郎当若狱 自己作死 你小家 何以败落之死啊 这里所有的一切 你又不会吹泄的责任呢 我若是你的话 救不了家人 敢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人到中年 勿罪一身 家破人亡 你还有何脸面 狗群一世呢 你如果还有羞耻之心的话 那就凭你的武道 你才谢罪吧 说八道 别闭嘴 你说的对 要不是我 明儿就不会死 那小家的人更会死 都是我造成的 对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呀 你干嘛 你说的都对 但是我造成的 所以我要亲手杀了你 来弥补我的过错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残害我家人的畜生 我也不会让你们这帮畜生再去残害他人 傻子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要变成利鬼 那些王子在你手上的无数冤云 我一定会追你到阎罗十八场地狱 向你挖身头 我王泉路上也会抄你活脱 让你永世不得重生 还有我小家王子的愿望 你们都看好了 今天我就杀了这个凶手 让他去皇泉路下 给你们忏悔赔罪 小老子的老义父 杀我父亲 我必将你五马分尸 随时万断 活儿 快 救我啊 不 我定不饶你 叫我放人 你也配 放死 我乃大厦军中 三星战相赵总 凭你一个极其无名的老废 也敢在我赵家飞黄腾达族 来闹事吧 赵上 你们赵家人都到齐了 省得我去找了 好大的胆子 我杀了他 找死了 你是什么人 你只需要知道 冒犯虎帅 面对虎奔军八十万兄弟的滔天怒 你 必须死 说什么 你调动大厦最精卫的虎卑军 你到底是什么人 好 别被他骗了 国足已经令人 敲响了九十五混沌中 四大战神已经在干来的路上了 就是为了诛杀这位冒充大厦的武帅的 叛徒 我远在边关镇上 得知家中夫事 为了以最快速度赶回来 我连过五官 斩杀六元大将 老东西 我不管你是谁 你灭我赵家 杀我父亲 杀我弟 斩云州 我必须得死 就凭你 父亲 只会耗灵斗恨 冲不了什么气候 我承认你比我见到过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想 但太狠了 还自大 太目中无人 你真的以为我这次回来 你什么都没准备吗 大人 别费劲了 这座玄铁牢笼乃是收集了天外 不止水之城 非绝世强成 非天下无敌 非务道万人之胜 不可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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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儿 做得很好 我们赵家数十年的期议 回忆一大 而少杰 又惨死在销弄这个道皮肤手底 伙儿 要为我们赵家 要为你弟弟 给我们报仇 报仇 你们赵家人的命是命 赵家人的命 就不是命吗 萧萧 一群低贱之人的命 诸董不如的东西 也会跟我们赵家相提并论 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就是这个 弱者注定要为强者 才在脚下刺利的建筑 我只恨我自己回来的态 让你这个老不死的祸色 但此处 兴风阻浪 无法无天 伙儿 杀了 杀了 所有的人 今天但凡 看我们赵家 让萧怒这个老皮肤覆灭的 不相助 全部都得死了 赵家主 赵家主 赵家主激怒啊 刚才我等也是 我无奈啊 是啊 赵家主 萧怒此人 以绝对无力 将我等云中百族 狠狠踩在脚下 我等也是贵于他的一位 这才被逼无奈啊 请赵家主激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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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没想到 云中百族 没有集体给我下跪的 天哪 龙一个个的 墙头草 现在知道磕头认错 晚了 我们赵家的耻辱 总是必须要用你们 深深的血来洗礼 所以你们统统都得死 看 赵 云中百族 在我面前如同蝼蚁 父亲 何必为了这些狗东西 早心生神呢 只要有权有失误 我一人便可以撑起整个赵家 今日赵家被灭 不是负面的结束 是浴火的重生 父亲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赵家就不会了 相反 我会把赵家 带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要让所有人都仰望 老匹夫 死到临头了 你还有什么眼 义眼 我要将你们赵家满门抄斩 说到做到 你以为这个泡玩意能困得住我吗 大言不惨 我这座玄铁牢笼 困住了多少孤岛强者 他们在被我抓进来之前 也是跟你一样嘴 但是后来 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来 这座玄铁牢笼 跟随我多年 战功赫赫 他不仅仅是困住敌人的牢笼 更是我三星战将赵红 是战功赫赫的标评 你这玩意儿 你这玩意儿在我面前布置 好皮肤 你说什么 你怎知我不是你口中天下无敌万人之少的盖世高手 你又怎知我破不了这玄铁牢笼 你怎么可能破开牢笼 你废话太多了 混蛋 我杀了你 小龙 快 放了我 我可是三星战将 你敢杀我 四大战神 我会放过你的 即便是四大战神敢在我面前嚣张 我也必杀之 小龙 我杀了你 我可是三星战将 收我百万重兵 我就不信 请你借人之力 够对抗整个国家 今日 你在大夏为非作戴 我赵红 就要代表 斩神殿宣誓 将会与你 不死不休 那你就试试看 你会后悔的 你一定会后悔的 来人啊 我天然封火箭 调集三万重兵 请他 碎十万断 谁给你打 调动了大夏军队 代表我战神功 四大战神 正是大夏四大战神 金龙白虎 朱翠玄武 四大战神齐聚 天崩地裂 天崩地裂 四位战神 你们终于来了 属下赵红 拜见四大战神 方寒 是你不要代表我战神功 调集中兵 青龙大人 我死 谁给你打 手术如此大 你不道歉 青龙大人 为非作胆 十万都蛇 这是找死 这到底怎么回事 青龙大人 我为刚才的行为 将尔灯请罪 但这次确实是尸数永逸 都是因为他 此人名叫萧弄 他灭我赵家 杀我弟弟 打我父亲 以我名声 他若是不死 我寝食难干 四大战神 你们是来信我兴师问罪的吗 混账 强龙固压地头蛇 哪怕你的武力在下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得俯首称臣 萧弄 在四大战神面前 就收起你的骄傲 自大无知的嘴脸 今日四大战神亲自 你所犯下的罪 已经是罪不可恕 你现在还不宿处住勤 别等待回死 鸡精斩棘搅日月 安邦定国振乾坤 我萧弄今天就站在这儿 我看看 有谁敢定我的罪 大言不惭 当着四大战神的面 是龙 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 也得给我握着 你所谓飞扬跋扈的资本 在四大战神面前 我根本不值一提 这四位 乃是我们大厦的中流鼎处 国之战神 一言可兴国欲 一语可平四方 他们四位在哪里 哪里就得毁成灭国 今日他们四人齐聚 你都只为你一生而来 骄怒啊小子 我发现你啊 现在是越活越糊涂 叛逃越狱 假冒虎帅大人 大下举国阵棋 团顿中久生响起 现在四大战神亲自前来 便要诛杀你一人 每当你坐起那些 丧心病狂之时 命争注定 今日你必死 一群龙 宁愿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 也不愿意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实 你这话什么意思 白痴 说你们眼下耳聋 我肖怒一生行事光明磊 多何须假借他人质 后天之下 大下郑国虎帅 就我一人 肖怒 马上就要死到临头了 今日 你便为你那狂妄 要付出代价 想干什么 我死不死 你注定是看不到了 但是你马上就要死了 从你不知天高地厚 去灭过肖家满门起 你就注定有事不得重生 今天我就送你上路 为我肖家王子的冤魂 还有灵儿 是什么 站啊 出去 出去 灵儿 看到了吗 爸爸一直把伤态过你的人全都杀了 小奴 老不死的 我要杀你 我要你死 我一定要你死 四位大人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此人就在当共行凶吗 上行 人死不能复生 如果你就此打得住 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哈哈哈哈 杀父之仇 不够待天我 岂能善罢甘休 赵家杀我女儿是有多仓口 这暴打在你 赵家身上就有多惨烈 善恶到头终有暴 这就是我赵家的暴露 我死了你给我闭嘴 小林猪狗一样的东西 就算他一百条命 你提不上我赵家一条 赵家你想干什么 四位大人 我赵红投身军军 官拜三星战将 为大夏镇守边关 战功无数 不行 我赵家将要毁在这个老不死的手上 罔顾法计 持恶不赦 目无王法 不可一世 赵红在此 恳请四位大人 替我诛杀此贼 敬消忧 闭嘴 青大人 这是什么意思 赵家 你别以为我 不知道你赵家背地里做了多少伤天恨 你父亲跟你弟弟狼腿为奸 为了引出萧怒 萧家满门 强迫萧陵嫁入赵家 现在这期间对他不断独当 是不是 青大人 你去 站好了 你回来的时候 本青红造白 主动挑衅 与你父亲勾结 将萧弩千刀万可 是不是 颠倒黑白 为虎作者 你可知你赵家所犯的罪过 破坏了我大夏的预敌计划 混沌中敲响九字 但四人前来就是为了阻止你赵家 把我大夏继续配入半截不复之地 你父子三人所犯的罪恶 就算将你们杀一千次一万次 结我心头之恨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说是我赵家 将大夏推入万劫不复之地 要是所有的事情 到底是因为他 那你是谁 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 青龙 朱倩 白虎 玄武 白业正伯虎帅 白业正伯虎帅 莫德沙 传言里过 给小姐办个后事 让贵谷神明修府里面的流貌 要是半点瑕疵 刺断双手 是 胡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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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胡帅 你父兄死有余功 可是你却想杀我被让报仇 三分四次颠倒黑白 这是他自己找死 我 我说过了 赵家 全都得死 胡帅 此事跟赵红关系不大 能否饶他一命 你在教我做事 不敢 赵家 如果小家满门 就杀我女儿 请问这样的人 该不该杀 该 青龙大人 胡帅 是大小的中流品重 谢夫君 曾经遭遇外皮骚扰 必须胡帅出手 要怪 就怪你赵家惹了不敢忍的人 赵红 自敬 你说什么 你我共事多你 让你自敬 是给你留最后的题目 你让我自敬 你说什么东西 你想干什么 什么狗屁胡帅 什么狗屁四大战神 就凭你们 也配压在我的头上 也配执着我的生词 不 唐天已死 唐天当立 你一个区区三星战将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 就凭我手中这枚精辟大令 就凭我赵红 是大厦内阁大手 为不造会大人存女婿 四大战神 你们想要跟这个老匹夫夜袭所补性 就统统都去死吧 赵红 你别以为你是卫大人的准女婿 我就不敢逗我 此次事件 关系不到大厦的安慰 是国主亲下的命 不可能因为你一人 为了我大厦解释 你闭嘴 国主 他算个什么东西 赵红 是到你刚才说的话 就算你十个脑袋都不够砍 想砍我的脑袋之前 你还是先了解一下 国主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你这话什么意思 报 大厦不好 其兵四大战神 大厦皇宫 发生战乱 国主生了一场大肺 我闯不起 忙 报 最新消息 国主大人已将皇位 让给了内阁大臣 为武道 为大人 这怎么看呢 前几日我刚与国主见面 国主龙体安康 怎么会卧虫不起 怎么会善让皇位 不对 赵红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 到现在 你们还不清楚 就地退位 新王登基 而我 便是那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从此客气 大厦再无死 只有我 君士无双 天下兵马大元帅 赵红 天下兵马大元帅 要求是要出大事了 大厦赶朝换代 必将生灵涂炭 这是要清风滴滴 清风滴滴 谁呀 天下大事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高位 很强者居之 魏无道卫大人 有弃吞山河之事 执掌天下大权 文治武功开枪拓统 当为千古一帝 而我赵红得他清垂 手持金匹大力 如震亲领 现在我掌握天下大权 号令天下 谁敢不从 快回去 赵老 是要造反 这个老东西 你还以为现在是你们的天下 我所倚仗的权势 人脉地位 都在你们之上 能拿什么狗斗 一变正帅 那 他们怕 我不怕 现在我身负天下大权 你想联合这四个废物来压我 这不可能 我若压你 何须借助他人 你以为有所倚仗 就能免于一死吗 老东西 我知道你曾经威震天下 可那都是过去事 此时此刻 惶惶大事尽在我手 谁又能奈我何 年轻人嚣张跋扈不知死 你端位太低 在我面前笑笑 还不配 放了狗屁 现在这天下 早已经不是你们这些老不死 既然你想死的话 好 那我成全 赵 想干什么 顺我者生 逆我者死 娇怒犯我逆临 今日必死 现在 我以天下兵马大元帅之兵 号召云州百租 随我一同 诛杀逆贼 平若不从 敲家灭门 何杀无论 杀 走 赵宏真是让我们从两边做抉择呀 一旦选错 这万千不复 完了完了 这块怎么办 赵宏 为武道谋仇篡位 早晚自食 不要在这里妖言获重 不住客人 一念生 一念死 别说我没给过你们几乎 现在二等所有人都给我跪下 别杀我 我李家 我李家愿意臣服 我家愿意臣服 我家愿意臣服 我等元州百族 愿归顺赵大人麾下 赵大人千秋万代 称霸大夏 千岁千岁千千岁 元州的百族也不过如此 看看你们现在这副卑躬屈膝的嘴脸 在滔天权势的我面前 不是一体 此刻我赵宏大臣在握 天下众生都跪倒在我的脚下 谁能与我争锋 赵宏 这是个找死 我闭嘴 老东西 出于你的慧望 早起烟消零散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如今天时地利尽在我手 万里山河有我之城 不到要看看 当年高高在上的虎帅 现在拿什么跟我斗 你以为靠这些人 能强坑癫底 天时低地又辱 大权在握又辱 这天下 我想让你死 谁敢不冲 你就继续装枪作势 小怒 现在新地登当 你这个胡帅已经被废了 也配跟赵大人这么说话 算什么东西 小怒 是不是装枪作势 云云众生天地可敬 赵宏 你刚说的那些 如果就是你的仪仗 那么接下来 会死得更差 小怒 我知道你手握兵符 掌管八十万文军 现在大军屯兵云州 只要你一声令下 他们便能以最快的速度 这便是你现在 还能争取大方倔子的仪仗 但是你别忘了 这里是大象 苦天之下 莫非王土 一切 有不得你 似于王妃 又辱 老东西 只要我能擒下你 那八十万文军 算不了天 贴你 那你就来试试 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但不代表 这儿非人能制 你纵然是虎帅 手握兵符 是众人如草剑 但今天 我也要让你 能飞破散 顺势万断 藏狼 给我杀了他 小诺 你是我赵红获得 无上权利和 亲自下令 诛杀的第一人 能把我逼到 这种地步 让我动用 所有的体牌来杀你 这算是你的荣幸 现在 我就让你跟你的女儿 去黄泉下团聚 凶神恶杀 血气糟地 就是我大厦 传闻二十八星宿之一 成万人 斩下万颗人 投的万人图苍狼 传闻苍狼 在我大厦 犯下滔天罪恶 早在十年间 就被灵石处死 并不愧活到现在 真是愚蠢 万人图苍狼 早在十年前 就被我的岳父 魏无道卫那儿 使用满天过岸之际救下 从此 就笑灭在他的灰箱里 困着 赵豪 你曾也在军中笑 你曾也是一时浪 你曾 战功赫赫 谢 你 怎能和魏无道 汤狼这个东流合 觉得笑死了 你还知道 我纵有一时奥狼 你还知道 我战功无数 可这戍边多年 我始终都是一个 三星战将 每一次胜阵杀敌 不是我冲在最前方 每次冲锋渐阵 不是我流血最多 没有关系 没有人们 我自始至终 都是一个 可有可无等的无疑 若不是遇到魏大人 我这辈子 恐怕都没有出头之一 凭什么那些世家 你就可以风光无限 你什么他相怒 就可以在我赵家的地盘上 不法不天 赵宏 就有一辈子人 踩在脚下 听什么 赵宏 你已经被权势和仇恨 蒙蔽了双眼 若你现在悬崖勒马 过去还有一线神经 你像不然 并到天剑 如今我身负着 滔天的权势 我就是天 今天 我要拿你们 所有的人头 祝贺我赵宏 你随随随随随着 你根 不是 特犯罪 不需要 我们来站上 这大战神 你先我眼里 那 下去 不值得一期 大象主帅肖木 承问你天下无敌 当是神怪 今日 在人处就要偷了你 抢了公民 杀了你 主帅 主帅结果了他 妖子 就是什么人 大山神 我都不放在眼里 你为什么能救退我 你不配 不 公帅他 人神处死 你能杀我 我可是卫大人的灵犬 倒是杀了我 卫大人不最报告你的 背语倒算什么东西 要杀你 你天下谁能拦住 揍手 你 谁 我帅小鹿 刀下留人 特使大人 救我 特使大人 不 小鹿 你好大的胆子 看到我等到来 还不快让你的手下住手 算什么东西 也配对虎帅之手 我乃新帝特使 各奉陛下之命 来保赵鸿奔 你 你怎么没个皇帝的赵 你可是他赵鸿 为非坐在 现在雷雷雪站 其实书上说 对我说 放 陛下的话 就是铁律 我有赵书在手 你倒还不遵循号令 羽林军何在 给我把这帮狂妄的人 拿下 我 半夜 没有朋友 你就是我们 洪家御林军的脸 刀剑鸿 在你手上 你什么 我可是大厦心理特使 你们要跟朝廷对抗吗 虎帆赢八十万大人 只遵虎帅令儿病婚乱婷贼 贼子 再敢摩擦一句 现在就杀了你 这 小大人 想着任你救我 我不想死 这虎帅小怒和传说中的一样 果然难对付 本来像给他一个下马碑 却被他反江一军 这下 不妙了 虎帅大人 您看差不多 行了 您打也打了 骂也骂 杀也杀了 消消气 行了 这样 你要可放赵红一鸣 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不要让我女儿 还有萧家枉死的七十八条人命 都活过来 不能做到 人死不能复生 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你也知道人死不能复生 那我问你 假如你的女儿 你的家人 蚕死在你面前 又当如何 副帅 吴虚和他多言 朱下解冰 亲手再来这帮砸碎 柯大人 我知道 你以为萧家被灭 而心情悲愤 但是 有些话 我不得不提醒你 赵红 他绝对不能死 不然 会引发天崩地裂的后 他可是陛下的准女婿 你要是敢动他 若是体异孤行的话 那么将带来 大夏举兵压境 一举灭了你 什么 大夏新帝 居然为了一个赵红 去得罪 郑国胡帅 说完了 一个是天下无敌的胡帅 一个是执掌大权的 大夏国主 这是要世界末世啊 你是在危险的 小怒 这可是陛下的意思 我希望你三思而好行 免得以后 快莫及啊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老东西 我如今得到新帝的庇护 看到 这个就是陈氏 地位 神脉 造就的护身 如今的我 为其人臣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就算你是当今的胡帅 我都有何局 冒死我 凭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在你们面前叫嚣 你要能拿我怎么样 我早就说过 萧家 猪狗一样的东西 怎能与我照相一样 今日你杀不了我 有朝一日 一定杀了你全家 啊 我忘了 你全家早就死去了 连你那个女儿也死在了我的面前 丑得罢 小龙 真是个活能废 你 我 我 死 你 小龙 给他都不计后果了吗 酷狗 这位国具 能以江山设计黎明百姓为首 和使耳朵多分青红皂白 以全家人为何欲为 你可这重启战 会让这天下名不聊生生灵涂炭 会是多少人家破人亡欺离子散 而这一切 都是为了救这个畜生 忽假忽畏 罪恶朝天 说说这么责任的话 给他诸董 又有何意 你竟敢辱骂当今圣上是畜生 你放死 什么狗屁圣上 如果是一个谋朝篡位乱臣贼子罢 要为无道 还震慎不到的笑容 今天我把我放在这儿 人 杀定 要这儿 把我来到底 古贝营八十万大军 愿追随虎帅 我乱臣贼 是不两立 有本力 有本力 杀 你们 杀人常与天经地义 谁要老了 我便杀神 我若芒 我便灭国 干什么 小奴 施不两立 哎呀 我的赵大人呀 你就别再多说了 不然你死得更快呀 我赵大人呀 我承认 这件事情 是我赵家的错 是我赵家对不起萧家 但是我们赵家的人 也都杀完了 你现在打也打了 杀也杀了 这也该消了 我可以出钱 我有很多钱 只要你可以饶我一年 我可以给你一亿 不 十亿 一百亿 我有的 全部都可以给你 你干什么 吃到如今 乔严蜂 乔家人的命 是你钱能衡量的吗 胡说 你只要能饶他一命啊 权力地位财富 荣耀 都可以给你啊 你只要想办法 要什么 我们都可以满足你啊 这是陛下 给你准备的一张礼的啊 上面有一张千亿级别的 大厦之灯笼塔 还有十套 地独的顶级别墅 如果不够 我们还可以增加 这些礼物 财宝 夹起来 以你们修家那些人命 终终有一只老爸 哎 你要干什么 你为这些东西 光归我萧家全组和我女儿的命吗 你为这些东西 就能抹掉我心中的仇恨吗 利益寻惊 卑鄙小人 说 我可是心里的事 你不能杀我呀 怕了 我用一千 一万的办法可以弄死你 把你这种卑鄙小人 把布派死在我的手里 滚 哎 哎 你别过来呀 那是你救我呀 江大神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我可是回答人 你不要杀我 他不会报告你的 你这话我已经听你了 就算为了 到在这儿了 你要杀你 他也拦不住 你以为大权在握 就可以为所欲为 就是你的免死金牌 我要杀你 这天下没人能拦得住 我现在 打下胡费的名义 赐你死罪 你不能杀我 我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没有告诉你 我要是死了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谁才是杀了你们萧家的幕后黑手 你说什么 你说害我萧家者另有其人 是谁 你不杀我的话 我就告诉你 我这辈子最讨厌被人威胁 你以为你说这些毫无根据的鬼话 就能免于一死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确实收到我父亲寄给我的一封信 里边确实写道 你萧家买门 确实受人指使 你想想看 我们赵家跟萧家无怨无仇 要不是受人指使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灭了萧家买门 是谁 我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凶手是谁 他在乎有这个 这是我父亲当时派人给我的 他说这是那人给他的 胡帅 这东西好像来自东尼王室 东尼 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我凶手是谁了 你能不能放了我 胡帅 暗器伤人算什么办事 你给我出来 怕一个大驾 今日就让奴家来试试 你到了 什么本事 大胆 贵德虎分英语 竟敢按起商人 你都死 成岩虎问君是大下金锐 金锐有一件 真是让我失望 你 今天可真是热乱 打伤了我的手下 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了 江奴 你果然来了 在下 魏国国主特派使参见丑道小姐 你就是一条狗 也别跟我说话 你 我说你就是魏无道身边的一条狗 你有听见 不敢 我帅了 我看你听过来 就是你支持他们 害我小将 我跟你无缘无仇 为什么要这样做 无缘无仇 无缘无仇 还有一个无缘无仇 你要在我面前装神弄鬼 今天你敢站在这儿 你的命我收了 你说我死了 不愧是大下胡帅 果然实力雄够 不管你跟我肖家有何恩略 今天我必报仇雪恨 让你死无造身之地 不想让你手下死的话 就乖乖的站在这儿 我警告你 你可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卑鄙 我就是卑鄙 看来 你还是会说这句话 二十年前一样 二十年后的今天 你还是一样 你一点都没变 根本就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不明白 卢哥 不要抛弃我 不是我做的 真的不是我做的 出家的人不是我傻的 卢 卢 这女人的都一族身份 已经确认 非我族类 齐心卑弈 你那大下虎帅 不能为了她 断送了你的前程啊 你可不能糊涂 没有 这连父母都能杀了人 怎么能进我宵家去门 你遇过儿子的婚事 从此作废 卢哥 你不能抛弃我 在这个世界上 唯独只有你才能依靠 你可 帮我走 因为你是大下虎人 身上有个东西的血 而我是大下虎帅 我们迟早 会成为你的人 你去见我 今生今世 你不要再见面 卢哥 你三番五次勾引我儿子 我杀了你 放了我的人 有什么事出我来 难道他对你就这么重要 你是冲我来报仇的 你就堂堂正正跟我公平一战 后帅不用管我 杀了他 给我放 住手 臭老小姐 这个小诺 可是心底的心头大碗 你绝对不能放我的 我们不如逼他身边的人 逼他就算了 我早就应该猜到 魏无道和你们东尹 倒也不及了 你知道有东尊 我实话告诉你 魏无道大人 之所以能拿下皇宫 那是因为东尹之主 在背后 出风划测 幻者能勾结东尹 是要将我大下的子民陷害于万劫不复 能为大下的大业而死 那是他们的神仙 四位战神 要不你们也气暗透明 跟着创造小姐一起打下小女 我还能在国主面前给你们美言几句 饶你们一条狗命啊 让我们当叛国贼 凶小 活得宁愿站着死 也决不贵你身 宁愿站着死 决不贵你身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都去死吧 创造小姐 赶快把这四个 不追国主的狗东西 救你和上 这是一条狗 竟然也敢命令五权 你说什么 灰 创造小姐 我告诉你 我们大下可是跟东尹有合作关系的 我可是为不到大人的亲信 你再敢侮辱我 我回去禀告陛下 任你死罪 有个危险 你有个什么 死 不恶毒的女人 连自己人都傻 我说不恶毒 我能活到今日吗 反正我的形象 已经在你的心里根深蒂固了 你怎么想我 我都无所谓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快报了她 你就这么猜 她为什么一直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那别动 我自身努力不准你 但是你现在这样一局的 你敢不敢跟我打一个赌 她是你杀了我 她是我的人 杀了你的手下 不准 别犹豫了快动手 你给我闭嘴 不想我 她就关在她这 否则我不介意这里再多几具尸体 你只要忘了她 我保证 让你们安全离开这里 你想到大明鼎鼎鼎 没有像人求情的一天 机会我就给你了 就是让她幸福 并让你身上每一块鼓都能敲下来 让你求生不可 求死不能 只要你答应我 我可以立马放了你的手下 你说 让你现在乖乖的跪在我的面前 向我发誓以后都可以去付于我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付 怎么样 你考虑点不合呢 在做梦 你不是想救你的手下吗 只要你肯臣服于我 我可以立马放 传闻 川岛情子是东夷第一女杀手 心狠手了 这次来 我是奉命来杀后帅的 怎么说出如此奇怪的话 我总觉得 后帅和他很早之前就认识 后帅 就是人类鬼气多端 你不要信了他的鬼会快杀了他 我机会已经给你了 就看你自己该怎么许我 要受重大力了 你还是那样 让前一套 让后一套 你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你现在还没有想起我是谁吗 这个东西为什么在你这儿 究竟是谁 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重要 再问你一遍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你可还记得二十年前你辜负过一个女的 二十年 这个女的在最爱你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人生和声望 记忆才回去 一堂恩断一绝 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我就是那个二十年前被你亲手毁掉的 小女二十年后的金帝 要你对我的薄青 寡一付出代价 你是琴儿吗 我不是你口中的琴儿 那个苏琴 他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我的名字叫做传道琴子 是你支持他们没有小家们 是吗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报复你们小家 是我对不起你和你为什么要做的这么绝 那你不妨好好的看看我这张脸 琴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不都是被你们小家人所赐吗 二十年前的那个语言 你父亲被死了 那一刻起 你心里的那个苏琴就已经死了 你不要打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 都是你们家 你说的对是我小女欠你 今天我就全都还给你 骗子 小女恨 我可以 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 你真想杀了我 只好不是当年你丢了我情况 所以才让我变成了现在全部人鬼不鬼的样子 这么多年 我时时刻刻的都想着怎么杀了你 如果你真的想杀我的话 现在就动手吧 胡帅 你不要过来 这是我跟她的恩约 你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要杀我吗 只有你手中这把刀 杀了我 杀呀 你别的我不敢笑你 我下家都因你而死 若是你今天不杀我 我一定会取你心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那么做 因为 你很不配 小女 胡帅 去 这一道空 不是不够的吗 继续 我欠你的 我来还 胡帅 不要 都跟我听着 你要是我要死在这 谁都不许拿为他 必须让他安全离开这 可是 你要别看我的命令吗 舒晓骨 到底要干什么 这是我欠你的 因为你是我这位最爱的女人 你最爱的女人 我知道你恨我 很小假 所以你包袱 你以后小假满门 这一切都上落造成 行了 舍子做你不可活 你原谅我 过我的死 都弥补对你的关切 大王 你是骗子 你是骗子 我让你们动手了吗 我可以 你为什么救我 就算死 你也应该死在我的手上 背叛主上者 死 你没有 你不打我 有 你不打我 大向乎 among 一个人 毅时死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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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换一命 我终于不见你了 我不许你死 我能救你 这一件伤了心满 没用的 我好惹 你知道 这么多年 我一直想要杀了你 我这辈子怀着仇恨 我多希望我下辈子 是个普通的女人 你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 在一起一辈子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我这辈子 占了太多人的鲜血 是说我下去 给他们悲醉了 我哥 你要小心东一之处 他 他和大侠未遇 他们勾结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我哥 我哥你要小心他们 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为什么我爱的人都要离我而去 你是为什么 为什么 虎帅 虎帅请留步 闭嘴 我没看见虎帅现在伤心欲绝了 虎帅 实在对不起 接下来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大侠的高位 被国贼窃取 五天之下 只有虎帅 可以跟魏武道对抗 还望虎帅出手 狂虎设计 多乱反正 希望虎帅 祝大侠一臂之力 求 胡帅 祝大侠一臂之力 让开 胡帅 我胡得了国 却护不了我之亲的人 天下纷争 与我何干 大侠究竟要走向何方 我根本就不在乎 现在 我只想好好地下去 陪着他们 你们都聋了吗 让开 要不然 我现在就杀了你 胡帅 如今大侠有难 你有能力却军军不管 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吗 你放死 出去 不得无理 天下新王匹夫有责 你乃大侠虎帅 赎尽国破人亡 你岂能置之不管 住口 国破家王之时 我等都会成为王国奴 如今大侠有难 放眼天下 唯有你能在此刻力挽狂澜 非不造勾结冬年 火乱天下 一直欲将你杀之而后快 你女儿和川宝英子的死 就是他们造成的 这么多年 你一直背负着叛国的骂名 难道你就不想含冤 找血了吗 小家人的命是命 这大侠千千万万百姓的命 就不是命了吗 你说见死不久 和那些双手沾马鲜血的惠子手 又有何区别 说您到了九泉之下 又有何脸面 面对那些枉死的亿万百姓呢 而是像你这样 你激怒过我的人 都已经死了 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 傻无事 胡帅 出去为我冒犯你的地方 还请您不要一半见识 看在您中心跟我们份上 这次就饶过你 若再敢多言 傻无事 射击我的死 换胡帅出手 拯救大厦千万百姓 令我出去 死我其所 还请胡帅手下留情 你说的对 既然曾经为大厦出生入死 就不能看着乱臣贼子 祸乱潮高 是百姓流离失所 苏情因东仪走上邪路 我肖目如尽 举目无尽 于公于私都该做过两段 您这是答应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不知如今这天下 还有多少人 记得我这位曾经的胡帅 从我命令 八十万虎奔军集结 正装待发 随时待命 是 此次行动 一切替我命令 两日后 发兵帝都 除奸臣 正朝阳 谁说狼王 我骗杀人 古我狼王 我并灭 古我 一切尊从虎帅之事 警报 警报 有不明身份者 传入帝都 全云一级戒备 一级戒备 帝都 乃大厦此尽忠书 最后一道屏障 要入皇宫 必先做帝都 不管来者是谁 不等誓言 本身碎武 互卫帝都 今日哪怕战死的 也绝不让对方 这里踏入一步 都请明白了没有 不 胡帅 一个时辰之后 魏无道将在皇宫 举行登基大典 一旦礼成 他将取而代之 他为大厦心定 魏无道谋朝篡位 绝不能让他阴谋得成 你帮老李之辈 你掀不起什么疯了 你紫边率军 魏氏北上大厦举国阵党 魏无道派遣御林军 统帅万安 在帝都关外 您看是否要冲城计 说过了 人党杀人 我党灭国 他要拦我 杀武士 来人止步 帝都重地 贤人勿尽 为令者死 滚开 我乃御林军统帅万安 奉命镇守此地 今日我大厦国主 在皇城内举办 登基大典 善入者 死 我走 皇我帝都 伤和统领 本身孙苦 皇我帝都 各位 皇亲 哪个不怕死的 上前一步 我乃御林军统帅 护卫帝都 职责所在 你若强行硬闯 那就从我的身体上 踏过去 动死不退 动死不退 万安 十三年前 你奉命出境沙底 被东狱大军围困 是本帅救你一命 你可都忘了 你是 大的万安 多年前 你曾数次要求 面见虎帅 如今虎帅就站在你面前 还不败布 是青龙战神 还有白虎 玄武 朱雀 自为战神齐聚 你就是虎帅 不是虎帅 假道 我等冒犯虎帅 还望虎帅输罪 冒犯之事 暂且不提 我现在要去将魏无道 你还要做 宫内正在举办登基大殿 这 魏无造谋朝篡位 与东狱人狼卫为箭 远禁国主造反作乱 而等魏要成为他的帮凶 否则 天罚将领 被将粉身罪骨 万安 你这一生 罪恨叛国投敌之人 你明知大下有变 还一意孤行自甘堕落 是该说你处闻 还是你以投靠魏无道 我请问你 货乎乱朝纲 谋朝篡位 背信弃义 该等何罪 谋朝篡位 背信弃义 该死 那你该不该死 明知大下有变 勾结乱臣贼子 霍乱天下 我要杀你 你认不认 胡帅开口 万安不敢不认 但我有话要说 说 大下发生变故不假 可为吴道掌握大权 若不服从他便屠城 和我一人之力 怎么与他背后所有势力抗衡 我为保证一方百姓 才不得不清明于他 胡帅 万安所言废去 为吴道心狠是罢 此等阴险之事 做得出来 皇宫之内 可有东营人行作 有 为吴道与东营之主勾结 为了获得支持 应是割让我们大下二十八成 这些东营 祸乱天下 啥的 是不为人 子大战神 属下在 随我一道 前任国主病重 外部局势不稳 总要有人来接替这江山社稷 来护我大下安定 今日我卫无道 在此举办登基大典 黄袍在身 而等众位 有谁不辞 卫大人 你曾说过 国主重病 让位于你 你只好临危受命 代掌大权 有朝一日 国主痊愈 你定还政于他 不知这话 还算不算数 那是次 我卫无道 说一不二 一群白痴 还想让我还政 上任国主被我囚禁 今日登基大典 今日起 是 即是天下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个鸡鸣狗道之辈 还想坐着天下之主 谋朝参位的乱臣贼骨 人人多儿就止 被吴道 勾结东夷 谋朝参位陷害 终点 而等受他 蛊惑 祸乱朝纲 就不怕这天下 臨不聊生吗 虎狗帅 你怎么来这 我乃大夏虎帅 我要出现在哪 还需相谱汇报 萧诺 今日我大夏 只行新皇登基大典 你这个夏国曾经的罪人 竟然闯到这里 大闹 是想找死吗 屈也复尸 狐家虎卫 一看就是个坚定小人 你 胡帅 听说你前几天突然出现 调集了八十万的虎神军 汉云昭冒 天翻云定 今日你又跑到我登基大典 大宝去 则你到底想干什么 今日来此 只为三件事 一位受四大战神请令 为我大夏百姓 结穿你这无耻小人的嘴里 二 细刷我的叛国之嘴 是要找出当年陷害我的幕后黑手 三 誓杀东鱼之主 你勾结东鱼 事项的话就把它交出来 要不然你死无葬身之地 当今大夏 国主让位 我卫士一族 称霸朝堂 镇压国运 如今天下 我为罪大 小怒 你虽冠决天下 但这 可不是你口出狂言的倚仗 乱臣贼子 勾结外族 祸乱朝鸿 那天下大乱 看来 今日本帅 要替我大夏 清理你们这些助手 困长 朕获得了天下 乃寿命于天 何须与他人勾结 反倒是你 在朕的登基大典 大放绝资 抽出狂言 你可知 你破坏的是大夏 国威 你扰乱的是大夏的朝鸿 小怒 巧言吝啬 行事乖章 臣级为这大夏 没人知道了你 是不是 谋朝创委却心安德 当着众人 依然巧言吝啬 你这乱臣贼子的脸皮 果然够厚 小怒 真看你是虎帅子 不想跟你一般进行 可是你一而再 再而三的惹了真 你真以为 这是阮柿子 真由你拿捏吗 为无道 勾结东夷人 陷害国主 少在这里 惺惺作态 今日我等来 死定 诛杀你这个 胡痴国贼 清容战神 不 今日我清容 是 为您除汗 还有我 朱雀 我白虎 我玄武 国主大战神 今日必输国贼 为民除害 笑什么 四大战神 你们可知 勾结虎帅 意图颠覆大厦 该当何 你这话是 福田之下 谁人不止 判贼萧木 十年前 因判罪罪 尤其未曾昭宣 擅自闯入 王宫禁定 今日 是我魏某人 登记大陆 你们四人 活同这个 叛贼前来 搞乱 名为 宿卿超纲 还为 颠覆大厦 这个 萧怒 到底 给了你们 多少好处 让你们 不惜 背叛 自己的国家 你胡说 边境发生 暴乱 国主早已派 我们四个人 请动 胡帅 重登大位 你是你 这个乱臣 贼子 谋权 算位 今时 我们特意挤动胡帅 请来诛杀 哭说八道 简直可笑 你们都看到了吗 四大战神 以肃清为名 行叛乱之时 勾结叛贼 怒无枉法 为所欲为 若无严惩 后患无穷 听着 四大战神 一盘 朕当众宣布 最初其分号 自此以后 大下 再无四大战神 诸位 此时不把这四个乱臣 贼子拿下 都在核实 杀了他们 四大战神反叛 陛下有旨 将其诛杀 来人 将他们全部拿下 格杀勿论 谁敢论斗 四大战神 不要冲动 切莫因为这些误会 伤了双方的和气 不 不过谋朝篡位 通敌叛国也就 让我们这些忠心耿耿 守护大下的将士 还有何用 魏无道 谁才是真正那个 祸乱朝纲之人 一心之肚明 我可真佩服你们此刻 像泰山一样屹立在此 安人 你们以为联合一个 萧怒就可以在我的面前 狂妄自大 支手这天了吗 我从未支手这天 因为 我便是这天 若我要懂这天下 都要被我乾坤盯荡 你 你口口声声说 你非那祸乱朝纲之人 是非真相 你敢让国主出来 当面对质 国主并威 在一个地方秘密的指定 岂能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 各位大人 魏无道勾结东吟 发起正面 你们当真要做他的走狗 做一个被后世子孙 唾弃的王国奴吗 死大战神 信实在哪 难道 是真的 无朝篡位 咱们不能接受呀 我向你们胡说八道 傻得可怜 四大战神 消怒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扳倒我了是吗 行 既然你们要死 那我就让死得明明白白了 各位大臣 可知他是合物 这是圣旨 不错 不错 这就是先任国主将皇位 还让给我魏某人的圣旨 我现在有圣旨在手 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区区一张圣旨 说明了 这可是前任国主亲手给我办法的 还不足以证明吗 想必国主已经被你软禁 谁是这圣旨是真是假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小悟 过不去 不是我肖怒跟你过不去 而是你跟这天下众生过不去 向你这般谋朝篡位 勾结外国的罪 当真让你坐上农民 大权在目 且天下大乱 谋朝篡位 必一臭万言 人人得而诛之 非诚 即刻放了国主 承认自己的对象 否则将你就地正当 笑声 你们以为这样 就能让我为某人乖乖就放吗 不大战神又是 羞怒又如何 既然你们想死 就让死的明白 国主到 万岁万岁万万岁 名声 国主 末将青龙拜见国主 术大战神何在 末将在 好一个四大战神 你们可知罪 国主 你们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四个人所犯何罪 都被朕听好了 朕因身体不适 将皇位 让葛 魏无道 魏大人 魏大人忠心耿耿 天地可见 而你们四位 诬陷魏大人 你们可知罪 这都是人 这怎么可能 国主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 事情并不是这样 魏无道勾结东一步 以下分上最不可受 请国主明掌 请国主明掌 大胆 在质疑末 在质疑朕说的话吗 这到底是咱们困事 已经还收到的情报 魏无道 以下分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四大战神 国主当面 你们还有什么话 可说的 今日我大下 新王登基 明星随相 改朝换代 如此大好事 而等 竟当着所有人的面 去意破坏 如霸无天 四大战神 你们可知罪 知 青龙 白虎 玄武 不去 知罪吗 我得知罪 既然知罪 我就要罚 来人 大下请去 不尊国君 肆意妄为 该当何罪 不尊国主 肆意妄为 当杀 不尊国君 肆意妄为 该死 四大战神 不尊国君 肆意妄为 当杀 该死 想怎么样 都给我听着 四大战神 欺君往上 罪不可恕 我以国主之名 死下 三丈 白虎一条 而等四人 还不速速去死 什么 四大战神 国主 亲自赐你们白虎 还不快 接着行 国主 真要叫我们 死死 没错 那 卫大人 朕就要出疏 国主 不安不可 且不说 四大战神 有功于射击 如今我大下 强敌环似 还居他四人这种 现在杀了他们 无异于 自断双臂 一派无言 对大战神 犯上错乱 难道就不用追究吗 若人人都有功射击 人人犯上错乱 是不是都免于死罪啊 那大下的 威严何在 对王的威严何在 君无戏言 甚至已下 你们四人还不接旨 是想抗旨吗 四大战神 不尊国主 目无法计 该杀 陈景国主 复死四大战神 以正朝纲 扎死四大战神 扎死四大战神 四大战神 你们看到了 这就是你们 忤逆我的下 如今圣旨已下 二等四人 还不去死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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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给我住口 大战神 生于世界 无愧于天地 君要臣死 仍不得不死 既然如此 我们结 门 小怒 你想干什么 这道圣旨 他们不如 小怒 莫要仗着 你曾经有功于朝廷 就可以在这里 为所欲为 别忘了 你现在可是 戴罪之身 帅 国主当面 圣旨已下 你还想兴奉 你都给我住口 小怒 三番五次 处我逆领 罪该万辞 就算你是胡帅 那也洗刷不了 你的罪 如今 四大战神 我接下来 朕要将你这个 嚣张跋扈的 叛匪拿下 千斗万剐 今日的池 是要用你的鲜血 才能洗刷干净 警卫君何在 明年的今日 就是你的忌日 全部通手 我杀了他 国主 胡帅 胡帅是受我 四人要求而来 只剩乌怪 青龙说的没错 小杀就杀我们四个 求国主 放过胡帅 请国主 放过胡帅 小怒 世人都说你武功盖世 可是今日 你却成了丧家之犬 你老了 还是栽到 我的手里 就是这些垃圾 才能让你如此 惶忘吧 死到临头 你还在逞强 小怒 你信不信我一声令下 让人把你打成筛子 就试试看 小怒 成匹夫之勇 只会加速你的死期 这念你有点本事 这样杀掉你有点忍心 你现在跪下 发誓 永远效忠于我 我便可以扰你一条生路 如何 你笑什么 若臣贼死 若臣风云你 也配 你 当着满朝文武百官 随便弄一个冒牌货 你以为就要蒙骗我小怒吗 帅 您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这个根本就不是大夏国 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操控的火肥脸罢 你说什么 大夏国 一魔之君 顺天道 应天命 他的气魄 岂是那些 萧巧所能模仿得了的 我与国主相交二十年 他的言行早已深入我心 而眼前这个人 心如小怒 如同傀儡 毫无地方之眼 这个人 根本就不是大夏国 你骗的两别人 你骗我 说 到底是谁 帅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国主 没错 你说他不是国主 那他是谁 他是谁 要问他 萧诺 国主面前堂堂火蒜 就只会刷出皮子吗 萧诺 你敢污蔑国主 这是找死 杀了萧诺 杀了他 有眼无珠 不是阵龙 让你们就给我好好看着 干什么 郑大爷的狗眼看好了 你假乱真 冒赞天威 是真是假 我现行 什么 你几乎是人皮面具 真的不是国主 你是什么人 废何言骂冲国主 不是真的 这国主去哪了 大人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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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冲国主 舌不呼吸 你干什么 干 青龙大人怎么这么紧张 我只是杀掉了一个假冒国主 废物而已 魏无道 事已至此 还不肯说说真相 真相 乱臣 你难道当这里办的人都看不出来 你的卑劣手段 魏无道 真相即将大白 当我们所有人都是瞎子吗 快说 把国主藏大出来 王陈汉位 你这该万死了 教授我说 既然你们都看出来了 那我也不用藏着了 没错 这一切的一切 都属于你所策划的 教授国主 我让你血剑当场 魏无道 国主待你不往 为何班上说乱 对我不往 这江山设计 那个昏军也配 不 我说错了吗 国主 就是一个心无大志之人 他何德何能 能执掌着大下江山 大下子民千千万 他们要的 雄才大略之主 带领他们走向辉煌的千古一帝 一派狐言 凭你也配成千古一帝 秦皇汉武略书文采 唐宗宗祖稍训 一带天骄 成吉思寒 指十万宫 彻大雕 去网以 属风流人物 还看金招 这天下自古以来都是能者拘之 卫武道 勾结外祖 更让我大下成十二十八祖 你可这非我族类者 齐心弊 将大下推入了我 可是万千子民于不顾 还口口声声大下子 却心情丧尽天良之举 无耻嘴脸 真让我觉得恶心 你懂什么 成大使者 不拘小节 就算牺牲一些人 那又算得了什么 能为真的千秋霸业牺牲 是那些贱民的荣幸 若今日我功成他日 骂名 由你们背负 这些太虎 这些就是三帝派人之徒 敲怒 你对大下是有功之神 十年前 国主以莫须有的罪名 将你打入死牢 多你封号 害得你身败名裂 七零三 试问这样的君主 有什么值得你下牢的 你什么意思 若你愿意 此刻只要你帮我铲除这些祸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甚至大下的半壁江山 这都可以给你 从此以后 你我二人 共掌江山 千秋万代 一统天下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怎么选 小鹿 你的谋略 智慧 武功 皆为一品 若你我二人 合手 并能开创一番事业 上一任国主 昏庸无能 他们也有 我 十倍百倍给你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跟同流合物 实实物者为俊杰 若你现在答应你便坐拥了整个大下江山 你会有数不尽的筛华不贵 到时候 你不仅会为自己政 江山 北女 地位 权力 要什么有什么 请问这些 你还不心动吗 我知道我大下泱泱泱 五千年里 为什么到现在 还有那么多的蚂蚁小国激励我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无耻株虫 江沐 你可知你刚才那句话 错失了我的命的机会 收起那星星做他的罪人 难道你让我看不出来 这就要把冰之计 这就让你看不出来 还这么正平 不知是太蠢 还是太不信 我知道你此行 有虎奔军为你保驾护航 但是你真的以为 他们能进来吗 虎山 我们这儿早已埋伏了 看来你早有准 若非如此 我怎么能让你来进 萧诺纵然用力超天 但是仅凭你一人的能力 怎么能撼动我的精锐大军呢 实话告诉你们 我在门外准备了十万精锐大军 只要我一声令下 顷刻之间 只能冲进来 把你们杀个片价不留 十万将兵 片价不留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我再问你一遍 头目头响 废物道 对面高兴的太早了 冥顽不灵 死不足惜 既然这样 你和在场所有的人 都去死吧 周大人 带着你的人 把这里所有人都剁成肉泥 周怀 你是国主钦锋的将士 怎么可以助纣为虐 周怀 魏武道通敌 叛国证据劝凿 你若和他苟结 必身手一处 子无造身之地 长篡为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住之 人人得而住之 周怀 你乃前任国主恩定之人 现在天下可是我魏武道 我的话就是圣旨 你已经发誓为我效忠 还把这些人给我拿下 看谁敢动 周怀 只要你杀掉这些人 我保证封你为天下兵马 大元帅一旨 你们周将百年长生 此言当真 君徒无戏言 好 我臣贼子 人得而住之 周怀 当真要造反 更多心地不敬 死 周怀 你 我以发誓效忠为大人 实施物者为俊杰 若是再让我看到谁不服为大人 那我就见你个师父 心里在此 我而得住人 还不送来跪拜 我臣贼你杀 我 魏大人 不 国主 千万别杀我 我臣服 我臣服 国主 别杀我 我也臣服 你们 这天下 谁做皇帝都一样 我等没必要当上自己的性命吧 这天下可以没有国主 但绝对不能没有魏大人呀 哈哈哈哈 肖默 看起来 你口中的清高 在实际的权力面前 不知一提 肖默这一生 罪恨忘恩负义之人 那只能说明你蠢 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那才是王道 别说是忘恩负义 就算是叛国投敌 那也在所不惜 都想杀掉肖默 还有这里所有的人 小怒 来人呐 给我杀了他 不客气来动 到 谋朝篡位 卖主求荣 死到临头 还在宿里的春秋大梦 先知天不知识 各位弟兄 肺无道 谋朝篡位 陷害国主 实为不忠 陷害中阳 鱼肉百姓 实为不忠 背叛大象 大逆不道 实为不义 像他这种 不忍不义的狗 你们真的要为他买命吗 今日我到此 诛杀这个叛国之灾 大仗 省千里之间 你能问世无愧 若你们心中 还有一点辨别是非的能力 就先跟我一道 杀国赛 实不罢休 不杀国贼 实不罢休 不杀国贼 实不罢休 放肆 放肆 给我放肆 我才是国主 我才是真的大侠国主 你们给我杀了他 别 给我杀了他 我才是国主 你们怎么不听我的 卫无道 高级东尼 利益熏心 现在天下人情所向 你终于失败 不要作用的大侠天下 我又全不错的 要你这个让我说错 那就说卫无道 小看了你消怒 昔日火难 匹夫有刺 捍卫江山 血战战争 卫无道 发动政变 罪无可杀 今天 我就要替所有大侠忠臣之士 施加一净的判冲之贼 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此次并练 东尼之主 与女狼狈为奸 你把他交出来 我留你一句诠释 小牧 你以为你赢了吗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亮出你最后的底板 今天 无论你们有什么手段 小牧 会有助纸 东尼之主 听到没有 有人要找你报仇 有人要杀了你呀 这是好狂犯的可惜 传闻东尼之主一身邪功 邪恶之气 如今他站在这里 我才发现 他身上的气势就无自禁 不愧是大吓唬 就是你说 要诛杀本作吧 东尼之主 修炼邪功 经济的大厦地内 平平有人失踪 都和你有没有 本作 要修炼神功 必须拿活人的死 能记得 为不道 东尼之主 修炼神功 惜什么大厦 百姓鲜血 你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 怎么样 我虽不再嘲讨 他心心大胜 你为了自己的梦 勾结东尼 以活人为二 残害自己国家的同胞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对 你说的没错 我的良心就是被狗吃了 为大目的 不择手段 这才就是我 而现在我要做的 就是杀了你 他就是你最后的 是 东尼之主 你现在杀掉消毒 大厦一半江山 怎么样 一言为敌 既言为定 容易撑去 还想汉洞日月 凭你的 你想吃张的大厦江山 蛮鱼之辈 若将动手 何去做事 新仇旧恨 今日 一并听算 是 这些年 我不停的修炼 就是为了抱 当年和你的一战之仇 今日有我在 独头篡位置 狼狈为奸准 倒行逆施主 杀无事 少说废话 要斩就斩 与你一战 我梦没以求 今天 就在这里 让天下人看看 是奸 到底谁 才是最后的赢家 你又输了 好 帅 不要杀我 只要你们杀我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你杀害我 大家的烧 杀我爱妻情儿 我 只要你死 为了成当情词 是你的女人 今天我就杀了 你告为情儿 在天之灵 你杀了我 又能怎么样 你的爱情 也活不过来了 当初 要不是因为 你们大吓过 质疑他 动一血痛 他怎么会 跟着我回来 变成杀手 还有 我告诉你 他脸上都高痕 是我一刀一刀 我上去的 今天你赢的我 又能怎么样 是你的一生 都要在痛苦中度过了 你让你痛苦一生 把死 费无道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找死 啊 晴儿 你在天之灵 可以安息了 废无道 该你了 小动 你不能杀我 你让杀了我 你们就不知道 国主在什么地方 说 国主在哪 你们若无放我 大不了同归于尽 来呀 来 你也有资格 跟我同归于尽 说出国主的相 要不然 我把你的骨头 一根一根的枪子 你知道 我一个人处理 上 我说 我说 别杀我 我马上就让国主出来 国主到 属下青龙 恭迎国主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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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帅 这次私门公关 都是仰仗于你 你是镇和大厦的救命恩人 胡帅 我现在把国主还给你了 能不能放我 你不到 你勾结东夷 围获大厦 来人哪 我拖出去 我马上就 哎 国主 国主让命了 国主让命了 国主 您此次可以脱困 全都仰仗虎帅 虎帅 公在设计 国主明鉴 虎帅 你想要什么赏赐 赏赐就不必了 现在国贼一出 已经了去违章心愿 当日 东夷 二十万大军 同兵边境 真让你 总长 虎帅 答应 答应过你 为你洗刷冤情 此日 内外游换 已出 来人 国主 这是 正赏你的酒 你可千万不要推辞 喝了这杯酒 我们在意 此酒如何呀 青江一夜 好酒 既然是好酒 何不再饮一杯啊 多谢国主 想不到 你有冠天下 这酒量还是如此呀 一杯 就喝醉了 这酒有毒 什么 国主司的酒 怎么可能有毒 是你给我下毒 为什么 没想到呀 你多年应有善战 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呀 一杯毒酒 就轻松叫你打下 哈 哈 到底为什么 国主 古帅有功于大侠 你怎么能这样对他 奉天承议 皇帝赵爷 古帅相露 目无王法 欺君往上 帅 普奔大军 奇迹帝多 罪恶逃天 奇心可诛 北鹰 临迟处死 我朕念及天下苍生 不忍杀戮 思虑再三 今当众宣布 将其打入天牢 废掉四肢 不是压往极北苦寒之地 未经宣诏 终身不得归来 今此 什么 国主 您要废掉虎帅 将其驱逐流放 国主 您是不是弄错 虎帅率领虎笨军 并非信息地 而是救您于危难之中 是啊国主 说不是虎帅 我怎么又能把你救出来 揭露威武道的阴谋 国主 当初是您让我们四个邀请虎帅 难道这些您能忘吗 混账 你们眼泪 就没有国主了吗 笑什么 小土寺 走往后 飞鸟进 凉空藏 国主 您要杀 何必怪周末 许我的罪 我早就应该想到 什么戒人蝉蝉 全都是假象 其实您 已经想要除掉我的人 其实就是您 小母公告震主 国主这是害怕 他危及自己的地位 要借此机会 除掉这个威蝎 国主 您不能这么做 前龙 要背叛政方 属下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求国主饶恕胡帅一命 国主也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求国主饶胡帅一命 从来没有人违反朕的命令 那这是要做法吗 好好好 看来 这拥虑是对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朝野上下 都为虎帅子 马首是斩 根本不把朕放在眼里了 公道自在人心 要杀了 何须这么做废话 小母 水清则无余 谁能保证一辈 身边的人都终心尊 你知道我入道 晚进我这段时间 我在干什么吗 正在读书 读史书 历代历朝的君王 他们都是怎么亡国的 因为他们做事不够缺 不够狠 有罗网战争 历来成不了大事 朕不会容忍一个 弓高盖头 威胁朕的兵 怪就怪你 不会受点自己的疯了 离开朝廷这么多年了 还想 从你见到朕开始到现在 你从来没有对朕相互 你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朕 要我跪你这无道官军 你也可以 大胆 北军徒 你惊怀天下 善待臣民 而你 自私自利 你根本就不配为皇 你懂什么 我老的把握住天下 这就是帝王之道 帝王之道 我救你军危难 促杀奸臣 你再不说 这些年我守护大侠 帮你大家奔地将身 你再不说 杀 就是害怕我动摇你的统治帝 心胸狭窄 输动一场 不是武道官军 谁知 像这番牙子比报 大侠 早晚断送在你的手里 我住手 生气了 是不是 我这话 戳中你的伦妹 小弄 朕本来只是下废了 现在流不大器 那在这废里 杀了小弩这个逆贼 你说 你们四个 要给小弩一块猛场啊 国主 这次是您错了 这次说的话 其他有错 你是错 你也得追头 如果不杀他 就把你们四大战争杀了 岂有此理 男人 杀了四大战争的小弩 你干什么 小弩住手 你不能杀国主 最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你若杀了国主 并会遗产万年 杀我吗 杀 就是谁 知道天下人会怎么评论你 知道神言可谓这句话吗 你觉得我在乎 国主 今日这般都是你咎由自取 是 这一次我肖弩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祸患 当年不能处登上名位 今日 我亦可杀你 说吧 想怎么死 宇轩 住手啊 其实刚才我主席是跟你看了一个玩笑 你可千万不能打来 也不能当这样 你笑 今日 杀了我 最后把你接触 就是同归于尽 想到我 我死了 打虾 先回圣灵头探 心里子散 你不要看到的 小王大白王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那几乎 既然已经撕破脸了 会冲倒附阁了 你一遍 你从这儿能走出去吗 来人呢 我拿下这个进行 会冲倒 父皇 父皇且骂他 赛子 看得正好 快帮父皇一起灭掉这个叛天赛子 父皇 我帅救了您的命 有利于江山设计杀 他呀 你说什么 儿臣看得清清楚楚 若非虎帅人赶来 那我大下的江山不就要落入魏武道和东义的之手了 请父皇开恩 找他一名 你个混账东西 是你爹 是你亲爹 把这个位置对付我 你家里还有没有这个父皇 父皇 儿臣只知道为君强 海纳北川 心胜广阔 皇 能在招 也能复仇 还请父皇开恩 恳请国主开恩 反了 反了 全都反了 是心诚的天下 这是您教我的道理 难道您要伤了这帮大臣的心吗 请不要再执迷不恶不闯 我这么生了你这么一个转如无能的孽障 我忘了 魏武道的教训了吗 我这是在亲历上来 拥抱我皇室江山 过在我们的手上 好笑 这天下 从来就不是一家一族的天下 而是我云今众生的天下 当我大厦 遭受外敌入侵时 我大厦子民 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和家人 都会拿起手中的武器 浴血奋战 如今的泱泱大厦 是我无数大厦子民 用生命换来的 只有这天下人 才能守得住这天下 你速投 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你都能说出口 看来你早有一谋 乱臣宰子 人人得而出之 今天 就跟这天子剑 送你上路 不 不 我们不可 你若你最要杀 就把我杀了吧 这个畜生 正生你养你 帮着一个外人说话 既然你今天找死 我就先杀了你 再去处死没跟你飞 呀 我 开子 你 你 啊 啊 啊 我没那么容易死 我是国主 我是国主 他应该是受了刺激 疯了 我是国主 我是真名天子 你别吵 你别吵 我偷偷 我偷偷 国主受到刺激 战时无法料理朝政 但国不可一日无君 我等堪请太子殿下登基 继承大头 堪请太子殿下登基 继承大头 万万不可 谁不说父皇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等资历尚前 我何德何能继承如此大位 放眼这里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能担此大任 小叔叔 您曾与我父亲一闻一闻 共创着大下江山 今日您再次立下其功 万大下于祭道 诸问此时谁有资格 除您之外 财富太人了 阿兰斗兰 请叔叔继承大位 我都万夫不责 你说什么 什么 太子竟然要将国主之位 让与虎踹 想不到太子的胸襟 如此宽广 太子请请 小叔叔 还请您不要心神疑虑 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权力应该能者拘之 放眼 谁人比您有资格呀 太子说笑 肖默一见武功 何德何能能单此大 您一向 一定能管理好这大下江山 由你来做这个皇位 再何时不过 小叔叔 您是不是还在为我父亲杀您是 而更更于怀呀 我要更更于怀的话 就不会是这番局面了 太子不必断言 既然如此 我就恭敬步步从命 参见国主 听说 昨天晚上 国主突然驾崩了 昨夜国主突发恶极 太医赶到的时候 已经无力回天了 看上去 太子似乎并没有派过悲伤 适者已适 人马 总归要向前看 太子 你要不要听我讲个故事 什么故事 一个 为了皇位 是父杀兄 欺骗世人的故事 愿闻其详啊 国主 国主虽然身体健康 却并未到 游信灯窝的地方 可是昨天晚上突然一样 和他一起死的 还有他的三个儿子 你说这一切 是不是太离奇 太蹊跷 也太迫切了 命力有时终心有 命力无时莫强求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数 我这个人从来就不信运处 小叔叔 那我也给你讲个故事 个好故事 从前有一个男人 他暴怒无常 酒后乱性 和一个卑贱的婢女 生起了一个人人寒暖的建筑 这个建筑 在外人看来 身份险和地位尊贵 可是只有他自己 他从想吃的脏馒头 忍受着无数人的怀疑 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就发誓 他长大以后 一定要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 不论用任何的办法 他希望得到父亲的生日 最终他成为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可是他发现 这并不是重点 他依旧要忍受着父亲 暴怒无常给他带来的揣揣 小叔叔 如果这个人是你 你会怎么做 原来这一切 从头到尾都是你的话 其初 国主以叛国罪将我打入死牢 便是你在他耳边删封殿 为的就是让大厦动乱 寻找可乘之机 后来 东夷大军压境 你又假传圣旨 让四大战神请我出狱 为武道和东夷勾结 也是你在背后 返走速成 连我都成了你改朝换代 除掉国主的棋子 小叔叔 有时候一个人活得太明白了 未必是件好事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周围应该都是你 对 我证明棋子被你利用完了 也是时候来盯定 白小叔叔 你病是害病的 你们俩跟我打 赌什么 就赌 再也得人出手平起 咱们两个人都比神险 太子 这番棋你输了 没错 这人小叔叔早就发现了 那为什么 如果你要动手 我的那些人根本 安安 你会是一个好朋友吗 不知道 遭受世子 不试试看 怎么会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车 你去这一切的目光黑手 我绝不杀 为什么 因为你够狠 你会隐忍 没有重拯 你的经历 会让你深刻的体会到 现在得到一切 有多么的来生 小叔叔 我答应你 只要我在位一日 我必然不会让百姓受苦 不割地 不赔款 不产位献臣 不卑躬屈膝 记住你说的话 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 无论天涯海角 我都会杀了你 国帅 有句话 不知当将不当将 说 既然您知道 幕后黑手是太子安蓝 为什么不杀了他 若你杀他一人 又会让大夏再次想战蓝 我大夏 必定生命土残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权力 真的会让人迷失自我 赵家 立不道 国土 太子 最终 他不是要化成一堆户 国帅 您真的打算 可以吗 我不想在陷入权力的动作之中 我只想 回到原来的地方待着 可是 虎根军 你会不交付 孙虎帅令 我向您发誓 只要我每度杀在世上活一日 便会和虎根 赢八十万弟兄一起 以您为榜样 胡大夏 就此生 虎帅 从今以后 大夏虎帅已死 世上只有那个 寂寂无能的小区保安 我名 小鹿 bij我 移宗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